刚刚出门在楼下是一个粉 40千 如果说胡志明适合City Walk 那么大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City Rider的城市 坐上一辆摩托车 130千 今天的话我们要去寺庙啊 要去山顶就是它了 然后我们俩就坐这个摩托车 你要说公主请上车 公主请上车 这是感受越南速度的最佳交通工具 加上30千的油 带着愉悦的心情 一车两人 就地驰骋 现在已经到了第一站 大乐的玛丽修道院 蓝天白云下展现出它梦幻的神秘光景 粉色墙 深色的基 白色线条勾勒出建筑的轮廓 创造出庄重而温柔的雕性 而彩色玻璃窗和十字架赋予整座修道院 神圣而精致的氛围 柔和的光线透过玻璃窗洒进教堂 照亮了整个空间 让人感受到一种宁静而神秘 安静而独立 这是仿佛被遗忘的世外桃源 每踏入一步都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 大乐粉红教堂不仅美丽 更是宁静而神秘 值得成为旅行中的推荐圣地 好吧那我们就继续抒发吧 雨越下越大了 我们从那个粉红教堂下来 然后刚好的话在这里看到那个 海兰的咖啡 我们在这里避避雨喝杯咖啡吧 它这个还有专门停车的 还帮我们擦一下 好 红绿灯全是车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走山路 就一直走一直走就OK了 感受山城的脉搏穿越云雾踏上云顶 现在在缆车的总站 成年人往返是120千 单程的话就是100千 旁边然后就有一个超大的观景台 如果刚好遇到像今天一样 下雨有点萌萌的雾 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 远山头云架雾 法式的多彩小洋楼点缀山间 我们独享这城市的全景 鲜花缓绕摇已散落 一份让人陶醉的宁静与舒适 走吧 我们去竹林尘寺 多少钱 9,9,9,10千 这个80 1公斤 1公斤 50公斤 这个小但小 1公斤 16公斤 我不想 在路边又看到一个这个卖四只的 10块钱1公斤 1公斤是更多的 我试试 OK 拜拜 五千 买两个 哦 已经熟透了 很甜 一点色的味道都没有 这个不是个寺庙是什么吗 这个卷座 微风拂面风铃声声 悠扬的终身和空山新雨的惬意 这就是大乐的宝藏地 竹林禅寺 踏入殿前大片的花海 蒙龙子的薰衣草 汉包待放的非洲小厨局 不上香 不明火 以花供养 已是足够 寺庙 寺庙虽不大 但典型的中式圆灵风格 使其更显宁心尽气 那里有个佛塔 我们去看一下 来我教大家认一下越南语啊 竹林十载 以江石善化人间 竹林禅寺更像大乐的后花园 宁静又安宁 嗨 到了哟 临浮寺 迎风而来 现在我们来到临浮寺 那临浮寺呢 可以说是越南寺庙当中的精品之精品了 这里面的主要就是龙的元素 还有呢 它是由这个玻璃和陶瓷来拼接而成 到处看着都是华丽的龙 柱头门 没窗花 样样都有 还有一个吉尼寺记录 待会带你去看 Go upstairs 然后就可以上楼 你看这个也是龙的元素 看到没有 陶瓷拼接的 全是瓷片拼接的 全是瓷片拼接的 你看这个门 天哪 你看这些字都是用瓷片拼出来的 而且很有书法的那种感觉 看 这里就是中楼 细致入微的让你感觉到震撼 比如说这一个第一楼梯 非常非常的陡 第二再有这个八角岩边的 这个小楼小亭子 再加上龙的设计 寺庙 陶瓷 玻璃 华丽 真的是美 刚才说的吉尼寺记录就是那里 看了二楼三楼 我们往下走了哟 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除了美 还有这个楼梯 先看那个吉尼寺记录的那个非常霸气的观音神像 观音是全部由钢花建造的 看多霸气 刚刚不是在下面看了一个非常长的照片吗 那个在这里 这里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 逛完一个我都迫不及待第二个第三个 每一个都要仔仔细细看 真的好漂亮啊